今次手头上有的方程组 发觉等好左手边的 有1个乘以1个 而每1个里面 有1个数 加另外1个数的频率 就出现太多了 起码有6次 既然是这样 不妨用一些数字 简化我们将要解决的方程组 如是者 我们会有 x加y 这些东西 我们给一个新的英文字幕 叫y y加c 这个东西 就等于v 然后c加x 这个东西 就叫w 然后今次左手边的方程组 一下子就会变成右手边的 简单形式 你看看 今次这条方程组 左手边就会变成 u w v u 以及w v 右手边呢 就有点tricky 那么 要将这几条色 加加减减 x x z 和y 我们就会有 2分1 u 加 w -v 下面呢 下面呢 就会有 u 加 v -w 再下面呢 就会有 3over 2个 v 加 w -u 好 就是这样 下一步呢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既然这里有3条方程 我叫这条方程1 叫这条方程2 叫这条方程3 那我们有3条方程的话呢 那当然下一步就是要massage一下它啦 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喜欢拿第二条方程来玩的 那因为第二条你看到那个form挺简单 又没份数又没什么 只是这样 那uvw 就是这样就搞定啦 所以呢 我们倾向拿第二条方程来玩呢 那第二条方程当然就不掉啦 我们就变成了 1和2玩呢 我们会有 第一条方程呢 乘以2 再加上第二条方程呢 那这条方程我们会有 2 2 u w 加 v u 就等于 2u的 那所以呢 一下子呢 就会有下面的这条方程了 u 乘以 2 w 加 v 减 2 这些东西呢 等于0 那第二下呢 当然说过了 我们拿第二条方程来玩啦 那 玩完1 那之后下一条就玩3了 又分别有第二条方程呢 加上3 第三条方程乘以 2 over 3 3分之2 那所以呢 那这条方程呢 这条方程呢 就会变成 v 加上2 over 3 这个 w v 这条方程就是 2 v 那这样 这条方程呢 那接着来呢 这条方程呢 就会变成 v 乘以U加23rdW减2 这个东西等于0 对了,我们终于将这个方程组化成这样的方式了 之后呢,我们见到一个数乘一个数等于0 惯例,我们就要拆情况讨论了 如果我们见到有两条式都是这样的话 这次有两条式都是这样的话 我们需要拆四种情况来讨论了 分别就是U等于0 惯例,这个东西等于0 又或者下面这个东西等于0 或者这东西等于0 两条式,两种情况,cost over 加上就有四种情况了 所以下一步,我们就要看看这四种情况是什么 接着下来呢,我们就要分情况讨论我们上一次讲过的这两条式了 那我们首先一开始选最简单的case 分别就是U等于0和V等于0会变成怎样的 那case 1 就是当U等于0,V等于0的情况之下呢 那我们代入去第二条式 代入这个2式呢,就是这一条 我说过这条由于form简单的关系 那我们会整天拿出来玩的 代入完2式之后呢,我们就会有W等于0了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case fairly simple 然后我们到第二个case 我先给它一个新的符 不要搞乱 这个叫case 1 那case 2呢,就是这个 那第二个case呢,就是复杂些些了 都是用U等于0来玩 那之后呢,就用这个酷的东西等于0了 那U等于0 然后我们有 U加2 OV3 W-2 这个东西呢 等于0 那你代入这个U 我们就会有 W等于3了 那虽然迟了一点 但是到这一刻呢,我们有了U 又有W 然后就可以代入去二式了 代入去二式呢 我们就会有V 这个东西呢 今次等于3了 那又搞定了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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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 3 那再下一步呢,我们有 第三个case 啦 今次呢,玩完这个U等于0了 那玩这个V等于0 我们如果有V等于0 而上面的括弧这个东西等于0 那样呢 我们有2W加V-2等于0 那同样道理 我们塞个V等于0下去呢 那我们就剩下W就是这个了 那所以呢 看得出来呢 W这个东西呢 就等于1了 然后又是代入去式2呢 我们这次呢 我们这次就会有 U 这个东西呢 等于1了 那最后第四种情况呢 就有点复杂的 说回先 那上回提要呢 我们就 着手处理这一条 这两条 联立方程啦 那 已经看了三个case了 而这三个case呢 分别就是这三组解的 分别是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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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3 和10 1的 那UVW是这三种值的啦 那然后呢 我们当然剩下最复杂的 第四种case 给我们讨论的 那我们这次来了 第四种case呢 也就是说这两大 那个复回里面 都是等于0的情况 那我们有 2W加V-2 这块等于0呢 和 U加2V-2 这块等于0的 那呢 然后我们这次没有一样东西 就直接告诉我们 UV是什么呢 那我们要自己慢慢找啦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图一下它 那这个V呢 就会变成等于2-2W 那是一条 那是一条和W有关的表达式 那呢 那呢 U又是啦 U把它调过去呢 就变成2-2-3W 又是一条W的表达式 那这次呢 我们就可以 扔下去紫色的这一条 那这一条 那这一条 其实就是我们原本 讲开的 色1来的 那我们看到 这里有很多个2 那有一个 2分1在这里 坐阵的话 那里面那里 就可以帮我们化解一些东西 那所以呢 我们这次扔下去 色1 看看会变成什么 扔下去色1之后呢 我们会有 2-2-3W 这个东西呢 剩下外面有的W 等于2分之1 2呢 2呢 3分之2的W 加1的W -2 加2W 那就会有这一条 那我们整理一下之后呢 那你就见到 嗯 这个是一个 有二次方程 有一次的 关于W的二次方程 就这样就成型了 那解了出来呢 我们发觉呢 W呢 有两种情况哦 W的第一种情况就是0 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 5 over 4 那呢 所以 我们拆解出来呢 这次又会变成有两种情况 如果 W是0 的话呢 那你代回 以前用的色2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 U 和V U 等于V呢 这次也是等于2的 那在5 over 4的情况之下呢 V这个东西就等于2分之1 V这个东西就等于7 over 6的 那 那 就是这样 代回 代回 这条东西而已 很简单 那 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 五组解了 那 那 先把这五组 写回来先 哈 分别新的一组 U V W呢 就是2 2 和0 那最后一组 就是7 over 6 -2分1 和5 over 4 那我们手头上就有这五组 关于U B W的解了 我们最后的一个步骤呢 就是将我们手头上有的U B W 的五组解 那 那这五组解呢 分别就是由我们之前 拆开两条 的Equation 有四种情况 那 最后一种情况呢 那 那 W呢 会有景滚的 那会变成再拆多另外两种情况 那所以呢 我们手头上就有五种情况了 那这五种情况的U V W 最后的步骤就是将它转化为 我们原本要解开的 X Y Z 那 X Y Z 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一套Equation 我们怎样把它转化为 U V W 那下一步 那就是要将这三条式 独立 变回 还原回到我们原本的 X Y Z 那所以呢 我们分别就会有X 就等于 二分之一个 U 减 V 再加W 那 Y呢 又是变成二分之一个 U 加V 减 W 那 最后一个G呢 大家都猜到 是二分之一个 你看到那些 符号呢 就这样转来转去的 就是减 U 加V 加W 那 如是者 我们只要将 这五 组解 那 扔下去 这个 你当它好像机器那样的物体 那 我们扔到这一部机器里呢 那 它就会帮我们 转化为 我们所需要的 X Y Z 的 压外的五组解 不是压外的 是原本我们需要解的 X Y Z 那 扔下去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 第一组 0 0 0 扔下去 当然就会出0 0 0 然后第二组呢 0 3 3 就会变成 0 0 3 第三组 101的 我们会有 1 0 0 第四组 2 2 0 我们就会变成 0 2 0 第五组呢 不可以一眼观察了 那 要用这些算术 那我们可以计算到 35 over 24 呢 -7 over 24 和-5 over 24 那 那 这条题目呢 这些方程组呢 就是有这五组解了 这些方程 1 2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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